占尽全国虐童案政府踢皮球内幕大曝光 已规定重大额虐事件30天内要有检讨报告 但凯开去年12月24号死亡 10月27号北市社会局两度询问卫福部 是否应该要召开检讨会 依法实际照顾者有重大虐行就要检讨 但是卫福部保护司既然说保姆并不算不用开 社会局再问卫福部社家属结果回复 因为涉及跨单位有没有必要开还要再演绎 卫福部的责任事实上是最大 凯开的安置是由卫福部去委托 卫福部次长李立芬解释 因为通报时凯开已经死亡 进入司法调查才没有检讨报告 而更临谱的是卫福部长薛如元 竟然说检讨会你地方可以自己去开 主管机关就可以这状况去召开会议 我们不会说不需要 要你中央政府干什么 要你卫福部部长干什么 你们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就应该深自检讨 在党痛批装大甩锅离谱到极点 当然是甩锅嘛 当然是轻忽嘛 我也不是摆烂的一个部啊 死安也没有照顾好 社会安全网也没有照顾好 部长不知道要下载几次了 而福盟基金会高层把责任全都退给志工 要志工自己好好面对 而福盟两年内光是台北市就拿了将近一役标案 执行长白立芬选举时还跟陈志忠同台 而福盟董事长林志佳也被欺敌 过去是台联秘书长 之前八年更是民主党立法院长的专政秘书长 网友质疑难道现在是连绿友友都集体甩锅写责吗 董事长 执行长都是立体的 这是蛮遗憾的了 像这样的机构 我觉得政党色彩应该越淡越好 做社会福利啊 你又不是做政治工作 未来各方共管 将很多的讯息及时的共享 而且建立一个通报的旗帜 一起重大虐同志死案 只见中央地方护杠卸责 要如何阻止汉事重演 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今天又有连续过好 SN小组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